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调娼队在家一分 网铺湖南卫视和姓主持人调娼被抓 何就亲自回应 这两天的娱乐圈可真的是不太平 先有薛之谦和前女友李宇童撕了起来 薛之谦忍无可忍扬言将会起诉李宇童 接着陈宇凡又爆出吸毒 现在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这可都是大瓜啊 可就在今天 娱乐圈又有一件大事发生 据网友爆料 湖南卫视著名何姓主持人嫖娼被抓走了 消息一出网友都炸开了锅 湖南卫视何姓主持人 难道是何就何老师 网友也纷纷猜测是何就 但也有很多粉丝觉得这是在造谣 何老师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小编也是不相信的 毕竟何老师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但这何姓主持人 还是湖南卫视的 说得上名的恐怕也只有何就一个人了吧 有网友戏称道 吸毒队又落后了 嫖娼队再加一分 安指这件事就是实锤了 对于这件事何老师也是亲自发布回应 不过他并没有说嫖娼一事 而是发布了自己的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何老师发布的行程中 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网上 传得何老师已经被抓的消息是假的 如果真的被抓获 是不可能安排这么多的行程的 所以小编还是很相信何老师没有嫖娼 何老师的为人大家都看在眼里 原品绝对没话说 嫖娼队再加一分 网铺湖南卫视何姓主持人嫖娼被抓 何就亲自回应 对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呢 是不是和小编一样不相信呢 评论告诉我 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w that if I'm here